新丑条约的第二条就是处理在义和团的运动中 支持义和团的官员 有流放心疆的 有赤令致敬的 有金陵正法的 有追夺原职的 这些都是大官忠实 现在思考一个问题 这些人冤不冤枉 举个例子 有个人呢是被刺死的刑部上书赵书翘 赵书翘这个人吧 在庚子全乱的时候呢 义和团先把桌州给占了 本来呢 赵书翘受命去桌州解散义和团 可是义和团要求 撤掉提督列士城的职务 这时候内大臣刚毅跑过来招抚义和团 答应了义和团的要求 得到了赵书翘的附和 义和团刚进北京以后 赵书翘与宰衣徐同等人亲自迎接 义和团后来攻打使馆 赵书翘与刚毅呢坐在城楼 饮酒欢呼大呼过瘾 这时候徐锦城原厂联名弹劾赵书翘等人 居心脚快供于凤影 终于激怒了慈禧太后而被处死 很快八国联军进攻北京 赵书翘呢一看石头不好 就跟慈禧太后跑了 所以在新手条约里面把赵书翘定为战犯 先不管赵书翘这个人在义和团期间干了这些事对不对 先请问一点 这个赵书翘知不知道义和团高枪不入是撑牛逼的 是假的 如果他不知道 那义和团抱着屎尿罐子去冲击脑外的大使馆的时候 他怎么不跟着一块去呢 如果他知道 他怎么又忍心看着这帮二愣子去犯傻 抱着屎尿罐子去死呢 而他正在和刚毅坐在城楼上喝酒看热脑 他就没看见这些义和团抱着屎尿罐子 同乡大使馆又一个个死在洋人的腔下吗 赵书翘这个人吧 他是刑部尚书 是大清国的法学家 既然是法学家 你不知道杀人是犯罪吗 别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别管是在哪个国家 杀人不都是犯罪吗 怎么就看着义和团杀教民就不管了呢 就觉得这些人是英雄了呢 这些教民哪个不是中国人呢 现在根据查找得到的资料 义和团这几年杀的中国教民 在三万到七万人之间 外国人包括传教士 医生 外教官 二百到四百人 反过头来想一想 这个赵书翘 支持义和团到底是出于什么形式 他为什么要支持义和团 如果他真的是为老百姓着想 他就应该想办法让大清国的司法更加公平 老百姓过得更幸福 国家更强大 而不是让老百姓因为愚蠢而去送死 从国家的角度上讲 支持义和团就是让大清国更快的灭亡 当然不能说 就是为了让大清国灭亡 才支持义和团的呀 说白了就是要利用这帮渔民 起到消灭洋人的目的 可是呢 偷鸡不成 连房子都塌了 所以说这些官员 他们不是因为愚蠢支持义和团 根本上他们就是坏 因为就是要用这些人的鲜血 来给他们加官进爵 染红他们的顶带花铃 底auth 入门 监督